一支消息传来,美国内斗严重之击,仍然不肯放弃围堵中国。 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话题,根据韩林社报道, 美国防长奥斯丁,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以及韩国国防部长关森袁石 就是在日本东京举行三兵会谈,之后三方清除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据了解,这份安全框架协议是首个为美日韩三国 安全合作基本方向和政策指南的文静 旨在应对朝鲜的河岛威胁,保障朝鲜半岛以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啊,是唯独中国,而不是针对朝鲜的呢? 因为啊,中国有个成语,叫做罪用之意不在酒 而这个成语啊,用在这件事上是非常的提起 在我看来啊,单独针对朝鲜,完全用不上主经美日韩三兵同盟 美韩两国只需要维持当行半岛军事 朝鲜半岛就不会出大问题 而纵观全世界啊,值得美国费尽心事来对付的国家只有两个 一是中国,二是俄罗斯 至于东亚地区,只有中国值得美国这么做 事实上啊,对于这份协议,我并不感到意外 甚至觉得美日韩三国动作慢了些 因为早在去年啊,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卫营举行会晤后 外界啊,就已经清楚了 美国是打定主义要推动美日韩三兵同盟 而这么做的目的啊,就是对付中国 只不过呢,当时并没有出台具体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时隔机英零,经过漫长的谈判沟通 这份协议呢,终于被敲定 然后三国防长正式亲自花押 接下来呢,将进入执行落地阶段 那么问题来了 这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当中 都透露出哪些信息呢? 我认为啊,有这三个方面 第一,无论美国内斗多么激励 唯独中国的战略都不会改变 并且呢,一直在稳步推进当中 第二,美日韩三兵同盟 大概率啊,只是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环节 接下来呢,美国政府啊 还会提供联盟库大 或者经历新的联盟 比如美日飞、美澳日飞等类似的军事同盟 通过这一系列的联盟 将美国各路盟友以及侵在盟国聚集起来 对于中国形成军事包围圈 试图以此将中国困使在东亚地区 第三,从我种种迹象来看啊 在美国各境的对华包围圈这个体系当中 日本将成为重要角色 甚至呢,是仅次于美国的阿巴手地位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日本将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矛头 而若为报仇 美国将逐境对日本松拔 解开二战以来 针对日本的种种限制条约 工商手术 面对美国各境的对华包围圈 我认为啊,可以用两招来破局 第一,继续深化与中国友好国家的全民合作关系 包括,但不仅限于俄罗斯 如今啊,以中俄为首的相关阵营 与美西方阵营对抗 现在的情况是啊 哪怕我们不想搞阵营对抗 美西方呢,也逼着我们去做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加快相关布局 第二,全民加强 练兵备战 为将来可能爆发的代理人战争 负责中美对战做准备 坚决不打,无准备之掌 事实已经证明啊 与美国交锋 不在热战上来一场 他们不会放弃拔权 并且呢,美国可能也是这样想的 事实证明啊 美国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战争准备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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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